這個是OWC Envoys Pro FX 它既是Soundboard 3 SSD 又能支援USB的傳輸 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這個SSD我有測試了好幾個月 測試的範圍也非常的廣 前前後後我大概有了五六台電腦在做測試 希望你可以看完整部影片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的筆電是MacBook,說機是iMac 那麼用Soundboard SSD傳輸資料就變得非常方便,非常合理 但要跟沒有Soundboard的電腦傳輸資料就會非常麻煩 因為Soundboard SSD就只能給Soundboard的電腦用 反而便宜的USB,速度雖然比較慢 但是通用性非常高 不管是在USB或是Soundboard的電腦都可以連接 甚至連現在大多數的手機都可以連接使用 前幾年我就耳聞其實有Soundboard和USB混合的方案 但是我就一直沒有看到有廠商推出來 直到OWC推出這一顆Envoy Pro FX 它同時具備了Soundboard 3和USB 3.2 Gen2 10G的傳輸能力 這就很方便了 如果是具備Soundboard 3、Soundboard 4的電腦 不管是Windows還是Mac 電腦都可以直接用Soundboard 3的速度傳輸 如果電腦只有USB,也可以用USB連接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我們就看一下實際的跑分速度 在Mac支援Soundboard的實測速度如下 寫入大概是1400到1500Mbps 讀取大概是2700到2800Mbps 這部分你可以發現寫入的速度是蠻奇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達到2000多Mbps以上 居然只有1400Mbps 這不太正常 所以我當下又拿了其他的MacBook做了測試 包括Intel版本的還有最新的M1架構的我都測過 發現都是如此 後來我也用了iMac做測試 但是蠻奇怪的 大家的寫入速度就只有1400Mbps 讀取就是2700、2800看待是正常的 後來我想說好吧 雖然機率很低 但會不會剛好MacOS或是Mac的硬體 剛好就是跟FX有衝到 所以我又用了Windows的桌子還有筆電 這兩台電腦都是支援Soundboard 4的規格 結果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也算是意外發現了一個FX的缺點 簡單來說就是讀取速度是正常 可以達到2700Mbps 但是寫入速度 似乎就只能達到一半的速度而已 這部分就不太符合預期 大概只有1400Mbps 不過如果你都是用USB的規格在運作的話 它的寫入速度就是正常的 都是在1000Mbps左右 又符合我對它的預期 所以如果你的應用明確就是Soundboard之間的傳輸 那我就不建議買FX 我建議買之前OWC另外一款EX的Soundboard款 因為EX它有兩款 一個是Soundboard款 一個是USB-C款 這個你要留意 那我建議就是買Soundboard款 如果你像我一樣是為了跨協議支援更廣的設備 那選FX 犧牲掉Soundboard模式下 寫入速度的一半 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 FX總共有四個容量 售價全部我就列在這邊 這次開箱的是1TB的版本 價格是9870元 我覺得2TB的在容量上和價格上會更划算一點 價格是15810 那這個價格其實比OWC更早前推出的 Envoys Pro EX Thunderbolt的版本 還要便宜一點 這是蠻令我驚訝的 畢竟它比較便宜 但是上面它有USB還有Thunderbolt的晶片 照理來講它應該比較貴 然後它們用的SSD用都完全一樣 所以當FX的價格居然更便宜的時候 誒它居然比較便宜 那拿一個來試試看好了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貼心的就是 FX隨附的Thunderbolt三線 其中一端它是有外掛一個USB-C 轉USB-A的轉接頭 這樣遇到只有USB-A的電腦 就不用擔心忘記在轉接頭的狀況了 它可以確保你在任何USB-A USB-C的電腦上面都可以正常運作 這邊整理了一個表格 幫大家更詳細的整理出各種接法它會跑的協議 那重點來說就是如果你要達到Thunderbolt 首先你的電腦一定要有具備Thunderbolt 3或Thunderbolt 4 那Cable也是要Thunderbolt 3或Thunderbolt 4 這樣連接到FX就可以達到Thunderbolt的速度 但是如果你的電腦或是Cable 其中一個它是USB 那FX它就只能跑USB的速度了 所以不管你怎麼接它最少都有支援USB跑到1000倍的速度 那如果你的條件都有達到 它就可以達到Thunderbolt的速度 我想如果是沒有接觸過Thunderbolt的朋友 可能會很疑惑 那Thunderbolt 4可以使用嗎? Mac M1可以使用嗎?iPad可以用嗎? 好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回答 首先我有測試過 在Intel版本的iMac和MacBook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M1我們目前有測過MacBook Air也是可以正常使用 在Windows方面這邊有兩套機器 一套是桌機我們自己裝的 主機板是SRock的Z590太極 另外一款是ASUS的TUF-F15這台電競筆電 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Thunderbolt 4可以使用嗎?可以的 因為SRock跟ASUS的這兩套設備 它們都是Thunderbolt 4的規格 M1晶片的Mac可以使用嗎?可以 我們有測試過可以使用了 那我個人是蠻好奇 M1晶片的iPad Pro可不可以啊? 我認為應該是可以耶 但是我不知道它可以跑到多快 因為M1的iPad Pro上面的USB-C 它也是Thunderbolt 4的規格 理論上也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實際上效果怎麼樣我就不知道了 我沒有那麼多預算買一台iPad Pro回來做測試啊 希望有緣人可以贊助一下啊 那我們講回FX的本體 它的外殼是一整塊的鋁金屬CNC加工 我非常喜歡OWC的做工 整個FX非常有重量感 達到235公克 這個真的不輕耶 我之前用過的EX 然後USB版本的那個外接SSD 它重量是160公克 FX幾乎就等於說多了50% 真的是蠻重的 所以你會看到 FX的體積、寬度、厚度都是比較大的 只有長度相同 長度約113.7mm 寬度70mm 厚度16mm 再加上OWC Envoys系列的防水功能 FX整個感覺就比EX款還要更tough 堅硬的外殼 但是又不是精緻 表面處理的手感不會太粗 甚至感覺比EX的USB版本還要更細一點 因此觸感非常不錯 外觀以神灰色為主 頂面有OWC的logo 底部有條紋狀的設計 忙拿的時候就比較不會跟另外一顆EXUSB-C的版本搞錯 不過我個人是比較喜歡EX上面沒有OWC logo的設計 感覺更加純粹更加有科技感 如果下一代可以選擇的話 我希望OWC可以不要把logo大大的印在上面 接著進入拆解環節 第一步翻到底部 將兩條有雙面膠的指滑腳墊撕起來 第二步卸下四周的四顆螺絲 第三步 卸起底部的蓋子 第三步到這邊就可以看到SSD了 使用的是自家的Auro P12 Pro ETB 這是一條PCIe Gen3x4的SSD 如果你是進階玩家對SSD的顆粒主控方案有興趣 可以看我之後的文章發布 第四步 卸下主板周圍的四顆螺絲 就可以把主板拿起來了 這邊可以看到Soundboard的晶片是在背面 靠近外接盒頂部的地方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晶片在長時間的使用下 發熱量是比較可觀的 因此在前幾次的速度測試之後 我就自己拿了導熱貼片 讓晶片可以跟頂部來接觸來幫助散熱 它的Soundboard晶片使用的是Intel的JHL7440 USB規格部分使用的是Realtek的RTL9210這顆晶片 也就是因為板子上同時有USB 還有Soundboard的晶片 所以它就可以達到 既可以連接USB 又可以支援Soundboard的效果 順便講一下 我現在都怎麼用這一顆FX SSD 我現在裡面主要就是放 Windows還有Mac的跑分軟體、監控軟體 還有各個作業系統的ISO、DMG等等 然後存放一些測完的測試數據的截圖 還有一些檔案 那在Mac上基本上是沒差啦 反正都是Soundboard了 主要還是針對Windows 因為有時候還是會遇到沒有Soundboard的筆電 或者是桌機嘛 那不管我遇到的筆電還是主機板 有Soundboard還是沒有Soundboard 我都可以正常使用 主機有支援Soundboard的話 我就可以用2700Mbps的速度 複製這些測試軟體到新電腦 那我記得那一包測試軟體好像幾十GB喔 所以這樣還是會快蠻多的喔 那如果電腦只有USB 我也可以用1000Mbps的速度來傳輸 而跑分軟體跑完之後 我們會截圖還有一些數據的保存 那這些容量大概通常在100Mbps左右而已 所以不管是用Soundboard還是用USB 這個量對這樣的傳輸速度來講 真是微乎其微了 根本是可以說是感受不到 所以我完美的利用了這個FX 它的長處還有短處 把它放在一個極少寫入需求的地方 但是經常需要大量資料讀取出來的應用場景 大家可以看之前有三部影片 是我在評測三顆intel的第十一代處理器 還有四張熟悉版 那三部影片就是靠這顆SSD 作為資料傳輸的媒介還有備份的 那誰適合買這個產品呢 如前面所說 如果你只是要單純的Soundboard傳輸 我比較建議你買OWC Envoys Pro EX Soundboard款 那它的洗入速度會比較穩定 那如果你只要USB的話 就買同樣系列的EX 但是是USB-C的版本的 那如果你有經常需要跨協議的傳輸 需要在舊電腦、新電腦 有Soundboard、沒有Soundboard之間傳輸的話 而且你也有大量的資料傳輸需求 那我就非常推薦你買這一款 Envoys Pro FX的SSD 今天的評測就到這裡了 這些是我測試兩三個月下來的內容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按讚、訂閱、表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